骆驾恒 骆驾恒 你跟本小姐站住 你生气了 没有啊 生气了 真的没有 我只是 只是 不想你为难 我也没想到他们反应这么大 尤其是我爸 他以前从不这样呢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有办法让他接受你的 所以 我还有希望了 所以 你同意了 本小姐可没这么说 看你表现啊 晓晓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 我先说好 我脾气臭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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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家衡 我是绝对不会输给你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喂 是骆总吗 你是哪位 我是谁不重要 我想跟你聊一聊 你到底是谁 我想和你聊一聊于笑笑 戴总 您找我 这是修改好的方案 恒星这件事呢 我相信你会公司分明地完成公司的任务 我明白 戴总 你家是荣昌的吧 对 你就放轻松点 待会儿去度假了 好 行 你先去忙吧 明白 明白 来 拍摄 来 俄总 今天我们就喝这个 对呀 美子酒 度数低 不会误事 实在是没有想到 给我打电话的人 竟然是你啊 骆总那么聪明 应该猜得到吧 我就是觉得可笑 你为什么会帮我 据我所知 于笑笑是你的同门师妹吧 骆总果然神通广大呀 但于笑笑 应该说是 专抢别人男朋友的师妹吧 她 抢男朋友 抢你的男朋友 对 就是我的男朋友 不对吧 她的男朋友 不是你的同学吧 是 当然不是现在这位 姓洛的 洛总 我知道您什么意思 所以帮您 也是在帮我自己 于情于理 我都不会让她好过 我只是想让于笑笑对我弟弟 知难而退 来完成我的目的 沈总监 你的计划是什么 需要我怎么配合 我的计划是 通过下部的项目 通过下部的项目 喂 喂 应兴 那个 我想和你聊聊 行 你说 就对不起啊 昨天我爸说话有点臭 但他就那样啊 没事 叔叔只是随口说说 我知道 那 晚上来车厂吧 然后我带你吃宵夜 给你赔不试 你真不用多想 你没什么需要给我赔罪的事 而且 今天晚上我有个会 可能会很晚 我就不去了 来 来来来 喝杯水 谢谢 恒星老师 最近不再重敬 好吧 太不巧了 你来有什么事吗 太暖了 太暖了 不好意思啊 收拾一下 我今天来是想说 其实我关注您的私人账号 很久了 我发现 咱们不仅在时尚方面品味相投 对这款小众酒的喜爱 也如出一辙 交个朋友 等见面礼了 这酒我不能收 收下吧 大不了下回请我喝嘛 一样的 我这次在疯的主题上 对下部的整体款式都做了调整 我认为秋天的风不只有肃沙和萧色 还有秋日暖阳下的清爽与通透 希望可以为秋冬整体的严肃之气 增添一丝飘逸的活力 谢谢大家 这一版确实比上一版要好很多 陆总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意见 我们就按这个方案来 好 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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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儿其实也有一份关于下部的设计方案 要不您给我个机会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项目呢 是笑笑在负责 如果您要是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呢 可以私下跟笑笑去沟通 在这儿呢 就不耽误 洛总的时间了 好吧 袁总 不好意思 我打断一下 我建议呢 还是看一下 毕竟谁做都是为了瑞克的业绩嘛 李总监的这个方案 我还是挺感兴趣的 好 既然洛总都发话了 那你就展示一下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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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先跟袁总您说声抱歉啊 这次我属于是新然后做了 但是您也一直知道我 我一直把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所以上次开完会之后 余笑笑那个方案没办法落地 我就挺着急的 都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改不出来 所以一周之前啊 我就私自去拜访了一下 下部的高老师 我把我简单的方案跟高老师一说 没想到高老师特别喜欢 还有一点啊 就是恒星本人 也准备在这个下部的项目上 跟咱们公司合作 什么 恒星 恒星同意跟我们合作了 对啊 而且我还有一个好消息 孙总 也准备在下部项目上 给咱们公司投资 是 袁总 我觉得咱们公司内部 总要拿出最好的方案给下部那边 您说对吧 当然 那是当然 志杰 展示一下 不好意思啊 我经手的那个项目出现点问题 我去处理一下 去吧去吧去吧 我 志杰 你继续 好 我的设计方案的主题 是秋天的水